台南在地小吃 拾木魚粥整片魚肚超軟嫩 冬天吃羞腾腾正對味 胃暖了全身跟著暖 整尾拾木魚去林片下鍋熬煮 這一大鍋加上多種中藥材 人森當歸枸杞拾木魚湯 補氣又補身 就連小妹妹最怕魚腥味 也能一連喝上好幾碗 還有真材實料的拾木魚碗湯 但今年冬天這些暖胃小吃 恐怕要漲價 受到寒海影響 產地價從美台金45元 漲到47塊 但零售價影響更大 美台金漲到94塊 光是一個魚溫 已經有上千尾翻度 有的還在垂死掙扎 但魚肚出現紅斑 代表被凍著 漁民趕緊打撈上岸 他們說石木魚一般 養在15度水溫 但接連三天十度航海 讓絲木魚根本無法招架 放地下水平衡溫度 但氣溫繼續探底 旅民說目前粗估損失十多萬 未來沿海持續低溫 損失還會再擴大 加热溫冰雲林報導